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播之前 我今天收到马来西亚的消息 确认了究竟资料是怎样的 看看有没有网友 我想条件又不算很辣 因为最便宜的有三个 就是要放15万美金左右 大约120万美金 大约一半可以拿出来买楼 看医生 跟以前一样 或者用来小孩读书 即是说你要always 放五、六十万港币 在那边做定期 即是做 担保你 我最关心的是 究竟需不需在那里留90天呢 其实呢 他现在都未能回答我 因为 官员跟我说是要的 但官员跟我说 Mr. Ma 你都可以不用管 因为 其实我们都没有一个这样的 办法去查到你有没有留90天 那我心想 怎么会查不到呢 你看他入境 2月1日入境 4月1日走 就是60天 怎么会查不到呢 我到现在我不明白 我是不明白 OK Anyway 我们迟一步再说 8月应该就会有一个短途 因为我又去搞那个 制车牌 有些网友 我不是公开招募的 可能到时看是怎样 我都 很繁忙 总之 又要看奥运呢 虽然奥运我一向都不喜欢看的 其实这届呢 欧洲国家杯 你问我好没有看呢 我又觉得一般的 是吧 特别是 为什么说一般的呢 不是球队表现的问题 而是因为 真是那个 24队 淘泰8队 第一回合 有很多球队赢了一场之后 已经没有了必拼之心 譬如英格兰对丹麥 大家赢了一场之后 一比一 零比零就搞定了 就是 印头低了 譬如你 譬如我说 我说我手名出线 就输就输了 印头低了 在那个阶段 但到了淘泰赛 就another story 好了 我们来看看图 是正路的 那么 上线 西班牙已出线 德国已出线 这四场呢 西班牙 德国 葡萄牙 法国 这四场呢 都是 全国是赢了 曾经都赢了 欧洲国家杯 OK 除了葡萄牙之外 另外三队 甚至乎赢了世界杯 都是一些正路的 上客来的 好了 另外这一边 另外这一边 英格兰 就已经出线了 瑞士 轻封信赏 今晚就踢了罗马尼亚对荷兰 和 奥地雷 对土耳其 那我们就知道环境了 好了 去到现在 那我们当然要买出线了 我不知道这些样本呢 其实我不赌 其实我真的喜欢罗马尼亚的 但是呢 去到现在 似乎今年这么正路呢 那我都会买 荷兰 出线 我觉得荷兰 荷兰 荷兰 真的机会大 你买了罗马尼亚 不要紧要 我觉得OK的 好了 痴线十几倍 十二倍多 而 出线 就是90分钟 出线也四倍四 哇 那真的买好划算 是呀 吵你了 很痴忍线 好了 而下面 奥地利土耳其呢 其实呢 波势一场强 但是我想回呢 那你毕竟也有实力的 都是奥地利高一点 今年奥地利是打得很好 嗯 的而且 第一场他输给法国输什么呢 乌龙波而已 嗯 好了 那我推介一下 奥地利 荷兰 虽然我心 其实我可能会去买罗马尼亚 但是我买一件事 嗯 就是我觉得荷兰是 就是现在太正路了 那我也觉得是 太正路了 你今年太正路了 你说是瑞士不正路 你如果那天 如果大家听到我上个礼拜 瑞士不是不正路 你看到意大利 这样想 奔州呢 就是之前 你就觉得是正路了 那天其实瑞士赢意大利呢 真的问题很多 意大利的队 最大的问题是这个领队还可以这么无耻 说完这些说话 又什么国际米兰 屌你了 太早赢冠军球员不够斗心 又什么我屌你拿队球队 踢得不够久 屌你了 我说不要说这些了 大佬 你踢得太队了 你踢得太队了 不是啊 你是踢得出埋局 你是踢得出埋局 我也不知道你意大利究竟是踢什么 同一个情形 英格兰 第二样 究竟英格兰现在是什么 我告诉你 他真的有一颗读不得了 我真的怯了 虽然我是贴他 但是我看到他踢得这么狠狠的 我真的觉得斯洛伯克很狠狠不得了 虽然我是支持英格兰 但是他真的很狠狠不得了 喂 屌你了 就是无论端端临完墙 只剩下30秒而已 有他这么巧 刀瓜当然有练过这些球 平时我们球员喜欢踢球都会练的 但是有时候刀瓜这些东西 是这么巧的 我教他 那个球来这么凝 我没来这么射 旁边又没人 但是他这样倒架也很狠狠 那你旁边没有人 不是啊 因为是自然的 你旁边没有人 你不是你的球来到这样 你刚刚生的就这样射 就是这样的嘛 好了 那倒架就不要谈了 你没有脚影竹的嘛 好了 然后呢 下半场呢 就是下加时呢 喏 东来就有杂志了 我是最猛烈的 我最猛烈的守抚基兰 不要说他之后说什么 他说你 屌你到什么 穿起保时 四分钟才我那么断尼 是啊 不是啊 他侧举不到 不是 他还要牙刷插 不是啊 我告诉你 你很简单 你全场帮你 叉又叉又不进 你看到的嘛 叉又不进去嘛 那你是不是神灵祖 起码 七十多八十分钟呢 最迟 你就已经 你换了谁出来的嘛 车子那个叫什么 帕马 不断斩了 不断推下底线了 喂 哎 那你 其实那天塞卡打得很差的 虽然他是我自己有的 你换个东尼进来 撞一下也好 他就做到这个动作 有心无意也好 打杂 打左杂 右杂 强心打了 但他打左右杂也好 他那个 进攻力又不是很强 好了 就叫做打倒了 喂 喂 你结果东尼 你说他是无心就好 什么都好 他就是这样二传 就给你 哈利坦尼 进入了 老实说 我说你是一个领队 你看到 上半场这样 下半场攻击不入 你要想办法的 你换位也没用 你换踢法 而事实上 你是不知道什么踢法 只要踢到现在也好 但是我跟你说 你两个黑 好球不如好运 真的好运 好球不如好运 你一个不过意 叫你捧着一杯 好多难说啊 大佬 这个世界很难说啊 十二十五杯 你想想他现在 打四场球 他赢了一场 赢了第一场 蔡二维 接着和 昨天也是和 小洛芬克 就是90分钟了 但是很难说的 一个不可以 你问我 下一场才说 你问我 如果我这样看排面 瑞士在赢了 赢了 看表现 看表现 但是不要 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 OK 好了 一会儿我们才说 还没踢过那场 法国对比利时 如果你说 英格兰和法国比 英格兰是比法国更加有运 是法国很多问题 都是踢得不好 但是法国你都觉得 他又敢怨射 又在中间入 他真的向前踢着球的 法国比英格兰来说 是好一点的 虽然 陷队 你都没有 你都配不上法国的名字 老常老波 不是 你配不上 你曾经是世界冠军 你连麦巴比也踢得一样的 都是好一点的 但是给他们 这么好的人 你连一个三波都没有进过 是进过 不比一个十二码 你两个一场零比零 一场对奥地利 老胡 昨天比利时 你还记得了吗 是 阿朗 那今天是老胡 他如果不是这么踢到 中不中弄都成问题 可能是横过的 但是如果以昨天来说 我跟大家说 其实比利时的攻势 没有那么多 但是我觉得整体发挥 比利时还踢得比法国更好 你问我 但是没办法 都是正老 而法国将会对着昨天那对葡萄牙 这一场 就有得看了 昨天葡萄牙 他说我没有看 他太惹了 其实葡萄牙 一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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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诺文尼亚两球的单都不进 那你没办法 斯诺文尼亚 就真的惨了 我说 保持 保持 应该保持阶段 输了十二码 斯诺不进 哭 那些不要说 OK 如果你想得到 真的赢十二码 就是打算有了 赢了 十二码我都不用输 可以赢了 我都未能见过 如果你想连续三球 不是打飞机的 是连续三球给人家的 龙門 喂 这个龙門 喂 最佳球员 金手套 我成世人 我都未能见过 人家可以连续三球 十二码 够到 三球都够到 三球都不是太差的 十二码 他经常 是啊 是啊 有时有些角度 不是很丢着 但是有角度有力的 是 对 我都没有想到 三球都够到 喂 你一催病到 你没办法 啊 结果死了 三比零 但是我這樣說,如果我用片段來看你這樣搞,你發覺也未必能搞定他,到時再說,看看狀態,我們當然希望阿斯朗經過昨天那一夜,可以釋放壓力,老實說,你自己這麼多球入不了,12碼都不入, 但是,當然,你護石12碼都很夠僵,第1個是4入,你不入,那些隊友都會幫到忙,不是你一個人的,你一放下了,輕身而上,我看一篇文章,忘記是誰寫的,輕身而上,你是球王來的,我覺得他總是可以帶來很多改變,其實昨天都很下來了,叫做埋門,不過有時候沒辦法,腳鋒不順,也可能是跟你顛峰時間,你39歲, 他今天終於承認,這個肯定是最後一屆歐洲國家盃,他不可能踢到43歲還踢,歐洲國家盃的,但是,你問我,我看的表現,其實他都是合格以上的,他展現不到球王,但是仍然是合格以上的,走位,埋門,比波,起腳, 但是,對著斯洛文尼亞,其實,去到這樣都有點失敗了,德國對丹麥呢,德國贏得合理,丹麥就輸得不抵, 就是,老實說,你用我這樣的VAR,這樣擔心就越位了,腳指甲,你用我這樣的VAR,他就手球了, 那隻手真的,你沒得說,你沒得說不行了,這樣看就是12碼了,那你兩個都沒有錯,但是,如果不是有VAR, 球王是甚麼呢,正常呢,人性化一點,真是難說,但是德國呢,最主要就是現在西班牙了, 昨天我聽完文傑的數據,我也不知道,他一說就是,原來西班牙呢,在歷年,他的足球歷史入面, 從來是未贏過主辦國的,怎麼會有這樣的事? 是啊,昨天我聽了高導節目,我先聽見,他全數出來, 那他由頭數到尾,我們從尾數到頭就可以了,OK, 譬如你說,上界的,上界的,世界盃在哪裏踢? 世界盃嗎?卡塔爾呢? 在卡塔爾呢? 在卡塔爾,他當然贏,對不住,不用對, 他對不到阿均廷,上界是對不到阿均廷, 然後歐洲國家盃在上界,上界英國嗎? 他輸了給哪一隊?西班牙,他不是輸給英國的, 不是輸給英國的,好像是射八強輸了,他, 然後再上界開始,我會記得了,俄羅斯嗎? 不記得了,總而言之,大家去上去看,去找, 找回去對主辦國的程式,原來他沒有贏過主辦國的, 好了,輸給南韓, 是的,連南韓都輸了, 老實說,雖然千萬人說是黑獸, 我真的不覺得是黑獸, 有什麼黑不黑獸呢? 不可以一個人踢就不可以一個人踢, 你能夠四十二萬就可以贏的, 是吧? 好了,你說要黑獸,其實最冤, 你意大利不是更冤嗎? 那一場, 但是,以大利人是黃金入球, 做什麼? 你都可以黃金入球, 你又不想入, 好了, 喏, 但是,德國呢, 又有個什麼? 我聽袁文傑說, 他又有個, 就是主辦國他贏不了球, 贏過? 他贏過了, 但是他, 74年就贏過了, 世界盃那個, 所以, 真是很奇妙, 但是你問我, 如果二波來波來, 還未到, 他踢, 西班牙就應該高於德國的, 他差起上來, 各樣東西, 德國都不差, 但是德國, 說真的, 他經驗又比你那幫年輕人好, 好嗎? 所以, 難說的, 這兩條都算對版的, 但是, 西班牙, 德國, 葡萄牙對法國, 分分鐘, 如果這樣看, 你問我呢, 是兩隻牙, 那邊呢, 是兩個籃, 兩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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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可以兩個國, 法國, 也可以, 也可以, 如果是這樣, 有時候看戲碼, 其實, 老實說, 我很想瑞士贏, 因為有薩利加, 薩卡, 隔壁沙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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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經常想他贏, 但是, 有時候大賽, 老實說, 很難先誕生一隊新冠軍, 很難的, 歐洲國家盃都好些, 有希臘, 有丹麵, 但是你說世界盃, 講來講, 他們講那麼多年, 又是哪一隊, 哪一隊不少, 1998年那一隊法國, 已經是幾十年來, 第一隊, 再一隊冠軍, 然後法國之後到現在, 法國之後到現在, 法國之後到巴西, 巴西就由意大利, 然後對西班牙, 然後西班牙之後, 想著, 王者再興, 又變回德國, 又變回法國, 又變回阿根廷, 其實是難很多的, 那你說, 如果今晚來講, 就是, 看今晚先, 我剛才跟我說, 羅馬利亞, Vinning跌到七倍, 晚上十二點幾, 那你其實, 那你其實, 如果講表現, 他真的不會, 小組三名, 不可以, 河南, 鞍車邊, 第三, 輸給奧地利, 河南, 他入到四強的話, 如果入到八強, 他對著奧地利, 你倆是, 輸了一場, 你說我, 用回表現來看, 真是難說的, 沒有壓力, 那今晚呢, 就是這樣講, 我就覺得, 我會覺得, 出線, 用出線來講, 荷蘭奧地利, 奧地利, 對, 荷蘭奧地利, 土耳其又不是差, 他沒有壓奧地利那麼sharp, 我也是買土耳其, 土耳其不差的, 他聽起來, 他沒有壓奧地利, 他沒有壓奧地利, 但是, 我唯一就是想, 你奧地利呢, 是因為他是比較主手的球隊, 防返, 那你如果對著土耳其, 他有防返, 那你哪隊, 即是, 都是有很多變數的, 其實, 看完啦, 看完今晚之後, 明天早就看巴西, 喂, 我一講南美洲, 那, 去南美洲, 其實就沒什麼所謂, 打和巴西都可以的, 兩隊相爭, 回首出線, 如果巴西贏的話, 就是守命, 我想講的, 我一講, 去一組兩隊, 簡單一點, 是呀, 喂, 你倆那些, 全部都很慘了, B組的委內瑞拉, 竟然是9分, 真正, 喂, 接著我發覺, 那些什麼, 什麼, 什麼, 加拿大啊, 麥西哥, 加拿大出線了, 你不要理啊, 第二名出線了, 那麥西哥, 又押到啊, 那些什麼千里達啊, 反而他, 那些, 總之那些, 巴南亞, 那些北美球隊, 即是以前是好, 第一線啊, 被南美走, 喂, 不是啊, 他全部, 每一組都有第二名, 上來啊, 嘩, 那你都真的上來, 他真的出了線, 出了線, 因為打了三, 因為ABC三組, 已經打了, 都是有一隊, 北美球隊啊, 每一組都, 所以, 那是對白, 烏拉圭, 巴西呢, 那你巴西的現場, 好一點的, 但是, 看明天啊, 這一組就應該兩隊南美波出線的了, 那無論, 除非你大敗巴西, 然後都, 那次特麗加, 還要大勝啊, 即是得失球嘛, 因為是孫二比三, 那其實呢, 就開始有促進到街景了, 因為一出就是八強了, 這些就好看,然後就互相撕散 委內瑞拉竟然能守命出線 記不記得我們開始說美洲國家盃的時候 委內瑞拉是十支南美國家隊裏 只有他和阿瓜多爾兩隊未贏過南美國家盃 是口能崩周的 不過不緊急委內瑞拉 世界盃不知道有沒有入過 阿瓜多爾也有 阿瓜多爾也有,未來也有 委內瑞拉真的不是很薄 科尼亞也有 委內瑞拉是女嶺,環球小姐 還有她是我們偉大祖國的朋友 我們支持委內瑞拉 好,明天再說,拜拜